迷你一只花,可爱的伯拉,关注伯拉,我们一起拍故事吧 在森林里有一户人家,里面住着一个帅气的小男孩 他家虽然不是很富裕,但是他却生活得很好 有一天,邻国的国王来到这片森林,不知怎么回家了 这时,他发现了小男孩的家,并上前去问回家的路 我带你走出这片森林,小男孩说,但是你要把你回到王国,看到的第一件东西送给我 国王说,好的好的 第二天,森林里又来了一位百花国的国王,他也在森林里迷了路 小男孩也说了同样的话,国王也同意了 两位国王回到自己的国家,可他们第一眼看见的都是自己的女儿 邻国的国王不想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那个小男孩 便叫来侍卫说,谁要是见到小男孩就轰走他 然而,百花国的国王却是对他的子民说 谁要是见到这位小男孩,一定要热情地招待他,带他来我的王宫 第三天,小男孩先来到了邻国 侍卫见到了他,便拦住他,将他轰走了 他失望地去了百花国,百花国的侍卫也拦住了他 就在他差点又要失望地离开的时候 发现侍卫去禀报了国王 国王亲自来接小男孩,还向他道谢 亲自带着小男孩进王宫 国王说,我要兑现我的承诺 我回家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我的女儿 我现在将我的女儿许配给你 后来小男孩和公主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他们生下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小女孩 给他取名叫做娜娜 娜娜非常招人喜欢 而有一天,邻国来人了 之前那个说话不算话的国王的儿子 也就是现任的邻国国王,招娜娜入国 当他的妃子,并且说要亲自过来接他 所以对他进行了考验 他哭了几个漂亮的女孩都在他来的路上 国王果然经不起诱惑 娜娜对他更加失望 接下来,娜娜又在路上安排了一个乞丐 乞丐看见国王求他帮助 结果国王不仅不帮忙 还跳舞嘲笑他,骂他又脏又臭 娜娜只想这一幕后,十分生气 无论国王怎么求他,他都不愿意嫁给他了 你们说这样的国王会有谁愿意真心爱他呢?